在我们生活的这颗蓝色星球上 植物无处不在 它们形态多样 生意盎然 韩国植物绘画艺术家张君丽 爱仲逊用画笔和水彩将花草最美的一面描绘出来 他会在不同的材质和物件上创作 让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充满生息 张君丽热爱自然 非常喜欢花草 他平时会仔细观察花草的细节 创作时先用铅笔画草稿 再用细腻的笔触 鲜活的色调 让花草在不同的物品上涌生 他的创作风格非常浪漫 还很注重细节的描绘 花瓣叶片的纹理 花草的色尖深浅 全都能栩栩如生表现出来 他会在衣服 袖布 口罩 拖鞋 皮夹 手带 笔记本 或阅历上绘画 那些形态多样的植物 让这些物品看起来更加鲜活 除了花草 张君丽还会画电影人物 蝴蝶换鸟 甜点等等 他的作品非常精致 一眼看去 还以为是彩色列印的 完全想不到是手绘的画作 张君丽在韩国非常有名 还曾推出过绘画教学工具书 如果你也想像他一样 画出这么美的作品 可以参考看看 延伸阅读 来源 Instagram 试图 大学院 这种 试图 是